我们第二章的最后一个单元 我们跟各位介绍钢体位移 我们最主要是跟各位介绍钢体位移的形式 为什么 因为你们通常的 我们一开始 第二章我们就讲过 位移场 它包含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钢体位移 一个是会使物体产生变形 就是一个是整个物体移动造成了位移 还有一个是物体真正的形状改变 所产生的位移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 你通常 你量测出来 如果你是做实验 你会量测出一组位移场 而这位移场里面就包含了钢体位移 跟它的变形 那你们有的时候要稍微判断一下 这个位移里面有多少物理量 是钢体位移 有多少是真正的变形 尤其是在做实验的时候 因为我们举例 你可能有某种方法拍摄 这是一个物体 变形前的位置 然后呢 它受了外力 它会变形 但它位置可能也会改 你又拍摄了物体变形后的资料 因此这时候你会得到了一个位移场 如果你的实验室量测位移 你就得到位移场 问题是在位移场里面就包括了这物体 原来的钢体位移的资讯 跟它变形的资讯 所以我们要把它分辨出来 你要分辨出来 那你就必须要知道钢体位移的形式 通常一种分辨的方法比较单纯 我们就是直接把这个位移场去围分 因为钢体位移你们知道就是固定的 所以钢体位移一围分 通常都会等于零 就会不见了 但是那是因为你围分 所以你的硬变一定不会包括钢体位移 但如果我现在不是为你硬变 我就是为你它的变形场是多少 你就要知道钢体位移是什么样子 那钢体位移提醒各位 它有两种 第一种很简单 它平移 这是一种钢体位移 那就很单纯 它的位移场一定是常数 所以如果我告诉你说 有一个物体变形后 它的位移场 如果说是等于1等于三倍的X加5 或三倍X1加5 我想也不想我知道 这个一定是钢体位移 这是X1方向的钢体位移 这个很明显 可是真正问题在哪里 你们不要忘了 钢体位移不是只有平移 我也可以转动 如果钢体位移转动的时候 你们在应用力学里就学过 如果我这个是固定 我绕着这个转 我这上面每一点 就离远点的距离 我转动的位移量都会不一样 也就等于说 转动位移会跟坐标有关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出在 这一个是不是钢体位移 这才是重点 如果我先这样子写 假定我说这是U1 这种非线形像平方向以下 这些绝对不会是钢体位移 因为你们知道 这怎么微分都还会存在 重点是这个线形像 它会不会是钢 它可能是位移 变形 也可能是钢体位移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如果钢体是rotation的话 它会有这个 一次像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先来看 首先我们先给看一个定理 假设UI信号 是一个constant vector 就是它 所谓的constant 就是说这个函数里面 没有xyh2 比如说U1等于3 U2等于4 U5 U3等于5 这就是constant vector 然后c打Ij信号 也是一个constant tensor 也就是说它里面的 9个系数都是常数 不会有xyh3 而且注意 信打信号 是一个skill symmetric tensor 反对称tensor 也就是说这个tensor的 三个对角线的值都是0 然后其他的值都是 刚好成X一个负号 xy打12等于负的xy打21等等 那现在有一个位移场 我们说U等于U信号 加上xy打Ij 乘上Xj SJ就是坐标 我们第一个是一个定理 假设有一个位移场 形式是这样子 这是常数 这也是常数 可是这是反对称 那我们这个定理一直说 针对 而且我们现在考虑 只考虑小变形 我们意思我们题目叫做 小变形之下的钢体位移 那我们就说 针对这个来讲 我的这个infinitesimal strength 一定等于0 我们这边写的 我的讲义上面 有一个这个字 这是简写 这个我们后面有括号 指的是if and only if 意思指的就是落且微落 这个符号指的就落 也就是说 这个是真 这个就是真 这个是真 这个就是真 我通常这个符号 代表的是if and only if 指的就是落且微落 意思也就是 如果我的位移场 是等于这种形式 它对应的这个 微小应变一定等于0 如果微小应变等于0 从这个解采的U 一定会是这种形式 而这个东西 这个位移场 我们就叫它做 微小应变的钢体位移场 因为这就是钢体位移的 意义定义 钢体位移意思就是说 它所对应的应变 一定等于0 它所对应的应变一定等于0 可我们现在谈的是小变形 举个例子来讲 像你们现在看就是这样的 如果说我这个位移场 就是等于 这个第一个 等号右边的第一个 就指的UI信号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Constant Vector 然后这个呢 第二个这个矩阵 就是C打I接 也是Constant 都是Constant 没有X123 然后它是反对称 那这整个这个位移场 这是结果 那整个这个位移场 通通是钢体位移 就这种形式 那如果随便给你一个 像我刚刚写在黑板上的 那个GX到底是不是钢体位移 意思是你要判断钢体位移 从这边这个例子你们看 它必须要三个位移场 U1U2U一起判断 因为它的关键就在这 有没有这种像 我们把它这个我们补充一下 你看如果我把这三个式子展开来 U1 这是一个常数 其实不重要 抱歉 要人再麻烦 加上 第一个Om1 那个C打E是0 所以加上C打E2的信号 乘上X2 加上C打E3的信号 乘上X3 这是第一个 U2U2信号 加上 不许 买上X3 4 4 4 5 5 4 3 5 8 9 9 9 10 9 各位看 我现在是把我干了 所以你们仔细看一面 如果是钢体位移的话 常数项一定是钢体位移没有错 然后呢 针对第一个U1的里面 我这边有个细打一二是X2 这边却会有一个 我这边用蓝笔写的细打二一X1 这两个一定是 差一个负号 也就等于是代表 第一个方程式里面的X2项 跟第二个位移场里面的X1项 刚好是互相差一个负号 第一个位移场里面的X3项 刚好跟第三个位移场里面的X1项 这两个会差一个负号 同样的道理 对第二个来讲 这也会差一个负号 你们要判断是不是钢体位移场 如果你要直接从一个位移场来判断的话 就看有没有这种关系 因此 依照我这个讲的 如果 我说这是我的U1 假定这是我的U2 假定这是我的U2 U2如果说我写 抱歉 这下有点眼花了 我刚刚写X1 要论我这边写的是什么 X1的加上 OK好 这是4X2 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我U2刚好写的是 刚好我就说是等于负4的 X1 然后再加上后面888一堆 不管 你们就看到了 我刚刚讲的U1的X1项 跟U1的X2项的系数 跟U1的X1的这个系数 刚好一个正式一个负4 别的不管 这两个 一定是钢体位移 你可以挑出来 因为他们最后在做应变的时候 一定会消掉 一定就会消掉 所以我们举这里主要是让各位讲 他们有这种对应关系 就给你一个位移场 如果说我纯粹只是想一个位移场里面 把钢体位移挑出来 你们就去抓这种关系式 因为它所对应 我们一定要会证明 因为它所对应的是一个 对称的 反对称的系打I接 所以会有这种关系 好 我们下面来证明一下 第一个部分证明我不细讲了 很单纯 如果 首先我们先证明这个 假定我的UI等于这个式子 我们证明应变等于0 这很容易 你把它带进去 最后很快的就证出来 它的那个应变就等于0 因为系打I接是反对称 这个第一个部分比较好证 第二个部分是反过来 如果 如果 一I接等于0 或者所谓的F9I接一样 如果F9I接等于0 那我们要证明我的 从这个式子解采的位移场 是等于这个 那我这边先下 可是我这个写的其实比较啰嗦 我们直接在开板 再给各位证一下 会比我讲义写的简单一点点 因为我那个讲义上面 弄得太多了 有时候有一部分 它会看很浮图 如果F9I接等于0 那代表Ui,J 会等于负的UJ,I 这个没有问题 F9I接等于 Ui,J 等于UJ 负的UJ,I 那我把两边都在 对XK为分一次 所以我们会得到 Ui,J 等于UJ,I 那Ui,J 这个可以等于什么 这个首先我可以让它 J跟K可以互换 变成I,K 然后我只看I跟K 因为应变等于0 所以U的I,K 就等于负的U的K 所以这个可以等于 K,I接 我要强调 第一个 后面这两个 微分的可以互换 变成这个 然后我只看I,K 因为应变等于0 所以I,K 等于负的K,I 所以变成这个 那我从这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Ui,J,K 我也可以 UJ,KI 这边有个负的 先不要忘了 UJ,KI 然后 UJ,K 也等于负的UK K,J 所以变成这个 负负得正 所以这边最后变成正的UK K,IJ 所以 这个东西等于这个 这个东西又等于这个 这是一正一负 所以结论是什么 Ui对SJ,SK的微分 分别都会等于0 分别会等于0 也就是等于Ui 对这样的微分等于0 那我积分一次 我就会得Ui K,J 可以说它等于一个 细打IJ 这是等于一个 Constant 这是Constant 因为这个如果对K 为分 这个Constant 总微分 都等于就会变成 这一个 所以Ui 可以把它写成 这是一个 C打IJ 那这个就是代表 Ui对XJ 为分等于这个东西 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你们都想 我们 我们不要把它写成 因为这看起来很夫罗说 我们简单一点的写 如果我说 PartialUi PartialX2 等于一个C打IJ 这是常数 那Ui你们知道 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C打IJ 乘上X2 再加上 再加上 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U2 Ui信号 就是Constant 你们不要看这个 先看这个 如果说U1对X度为分 等于一个C打IJ 那U1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乘上 X2 加上U1信号 所以 所以 马上我们这边 就会看出来 既然Ui 因此我们知道 Ui 就会等于 我们把这个就叫做 信号 等于C打IJ的信号 乘上XJ 加上Ui信号 这个就证明了 很简单 这个写法 比我讲义的 稍微少一点点步骤 看起来比加 不会太混淆 我发现我讲义太啰嗦了 你们可以操操这个 这比加简单 可不管怎么样 就证明了 如果我的钢体位移 是属于 我的位移场 是属于这种形式 它就是钢体位移 它会使我的 Infinitesimal strength 应变场 等于0 我再讲掉 讲义写的没错 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 发现吗 写得太繁琐了 像我一幕上 这个比加单纯一点 好 那当然 我们还要证明 我的C打IJ 是反对称 我们这边是说 把我找出来的结果 带进去就证明 C打IJ是反对称 其实不用 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我已经说 UI,J等于C打IJ信号 而因为应变场等于0 UI,J 就是等于负的UJ,I 带进这边 不就很明显的 C打信号的IJ 会等于负的C打信号JI 所以从这个式子 就可以证明 这个常数是反对称的 不必再用我后面的 带进去的证明方法 直接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我的C打信号是反对称 那有没有什么 好 那这边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剩下还是一个问题要解决 什么问题 这个里面 我照着的常数项 这个C打IJ信号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已经猜到了 这个一定跟Rotation有关 这个是平一的钢体位移 这个是转动的钢体位移 很明显这个C打IJ信号 一定跟我转动有关 但是它到底有什么关系 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现在来检查一下 检查以前 我们先介绍两个 二阶的张量 跟一阶的向量 之间的一个关系式 这可以证明了 我们也不花时间证了 因为这个证明不重要 它的观念很重要 假设WIJ是一个二阶的张量 而且是反对称张量 OKWIJ 那针对任何的一个向量 UI 它会存在的有一个对应的向量 我们这边把它叫做OmegaI 使得它可以满足这个式子 使得这个式子可以满足 也就是WIJ的UJ 等于YIJK的OmegaJUK 记得这个等号右边 事实上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边还没抄完的 否则我就要插掉了 大家都抄了 OK 我们这个式子 事实上 等号右边就是等于 你们看就是等于OmegaJU 就是这两个向量的close值 它意思也就是讲 给你任何一组 反对称的张量 不管这反对称的张量是什么 我一定可以找到某一个向量 而这个向量呢 会满足这个式子 不管U1U2U属率等于什么 不管U1U2U属率等于什么 这个式子一定会满足 那我们有告诉各位 而这个向量呢 是等于这个 可以直接由这个张量算出来 这个向量的分量 OmegaI就是等于 负的二分之一的 EpsilonIJK WJK 这个向量 就叫做 这个反对称张量的Dual Vector Dual就是有点双胞胎 一对的意思 一对的意思 我再强调就是 给我任何一组 反对称的二阶张量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组向量 而这事实上 这个向量跟W关系 就是如这个式子所示 然后这样子所得到的向量 一定会满足这个方程式 不管U1U2U3等于几 这是他的双胞胎主 这个向量 是这个WIJK的双胞胎主 证明我们不说了 反过来讲 给我任何一组向量 给我任何一个向量 我也可以找到一组二阶的张量 使得这个方程式是成立的 而 如果你知道向量的话 这个打败接 就用这边的这个式子 也可以求得 因此每一组 大家听到 任何一组二阶反对称张量 都有一个对应的向量 或任何一个向量 都有一组反对称的张量 一组反对称的二阶张量 使得这个方程式 可以成立 这都是可以证明 我们不证明的 而且只有一组 它是unique 这都是数学上可以证明的 但我们这个不是应用数学课 我们不花这个功夫 你们知道就好 任何就是说 在张量场里面 任何一个二阶张量 反对称的张量 都有一个对应的向量 或向量有一个对应的张量 这两个事实上是一样的 就是一组 每一个二阶张量 都有一个对应的向量 这两个是一组 它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那现在就很单纯了 所以回顾一下 我们刚刚的钢体位移场 我们的UI等于UI信号 这次常数 加上一个反对称的二阶张量 乘上X阶 依照我们这个的定义 我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写成 依照我们的定义 假定我这个向量 等一个concent的向量 依照这个 是不是就会等于 加上一个 我们说这大写的 细打向量 cross 我们这就不是V字X close的position vector 也就等于说 会有这个细打存在 而这个值等于多少 依照我们刚刚的定义 只要你知道 这是找得到的 这由我下面这边写的 所以我的钢体位移场 就是等于一个常量 常数场 再加上一个 constant vector c打 crossX X就我的position vector 那我们现在最后一个问题 就这大写细打等于几 这个大写的细打 等于多少 那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 然后如果是在 微小位移之下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 证明不讲了 我们忽略证明 你们可以看 我们会得到这个 在微小位移场之下 我们可以证明 这个向量的这个c打 我们这个c打i信号 就大的信号 等于二分之一的 YiJK OmegaJK 而OmegaJK 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我这个 钢体位移场的 rotation tensor 再强调 OmegaJK 就是等于 钢体位移场的 rotation tensor 钢体位移场的 OmegaJK 等于钢体位移场的 rotation tensor 如果大写c打i 等于二分之一 YiJK OmegaJK 那c打1等于什么 假定这个c打i 等于二分之一的 YiJK OmegaJK 记得Omega是个 反对移场 tensor 所以我的c打1 等于二分之一的 首先 那就等于 ε1的 如果这个JK 分别都是 等于1 或等于2 等于3 那是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不必加了 所以一定只有JK 等于12 或等于21 才有意义 所以是ε123 Omega12 加上ε的132 Omega32 那这次负的 就变成减掉 Omega32 可是你们不要忘了 是打1 这是Omega23 可是你们不要忘了 Omega23 跟Omega32 是反对称 所以这减变成加 所以这个就等于 Omega23 然后我们前面又讲过 Omega23 事实上 就是大约等于 我的φ1 因此我们现在知道了 这个c打信号1 等于Omega23 等于φ1 就是等于 就是等于 绕着X1轴的转动角度 因此 最后 当我们说 钢体位移 等于这两项 这个项量 就是它的123 就是分别绕着 X1 X2 X3转动角度 那跟我们应用力 应用力学的 事实上是完全混合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讲的 钢体位移场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它的钢体位移就是 因此这边 最后这一节 告诉各位几个 第一个 钢体位移场的形式 严格说起来 就是一个 常数向量 加上另外一个 常数向量 Cross Position Vector 而另外那个 常数向量 指的就是 对三个轴的 转动角度 这个不稀奇 但是呢 如果我给你 一个位移场 而这个钢体位移场 对应的应变 一定等于0 如果我给你 一个位移场 要你们把 钢体位移抓出来 就我们讲的 依照那个 反对称的观念 可以把 钢体位移场 给拆出来 OK 好 这个的结束了 我们这个的第二章 第二章 其实很多 但是你们 它主要介绍 应变跟位移的关系 但是你们介绍了 很多重要的观念 而且 从那边 你们也可以算出来 它的体积变化 单位体积变化量 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以及 它的一个线段 它的 改变后的方向 你们通通 只要给你位移场 通通可以算出来了